这是我见过最深猛的机甲 别人打架都是靠枪靠剑 结果这家伙却给机体装满了盾牌 整一个就像是一只粗暴的钢铁野牛一样 竟依靠自身超大的力量一瞬间 便能够把敌人撞得粉身碎骨 那天 布奈王国为了抵抗亚斯联邦的突袭 给一架从矿洞里挖来的超强机甲 装上了几十吨重的护甲 在安装之前他还是如此敏捷的形象 安装之后成了机甲界的重装战士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天才少年杰斯 这家伙在学生时期便能依靠超高的天赋一个人 打倒四名教官 几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很快杰斯便带领着特种部队再次入侵布奈王国 当他们到达一个峡谷地形的时候 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杰斯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 附近竟然埋伏了许多布奈王国的士兵 见此情况 杰斯立马下令撤退 布奈王国的将军察觉到他们要跑 便发出了攻击指令 埋伏在退路处的士兵迅速出动 对着敌人挤火射击 杰斯为了掩护队员撤退 直接利用机体的高超性能冲上山坡 以百三百的命中率转眼 干掉一名士兵 随后又通过各种灵活的走位吸引注意力 就在他们正全力射击杰斯的时候 不料敌人的队友已经绕到了后方 来了个反包围 在他们先进的机体与强大的军事素养之下 很快便又惊无险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逃出去五十公里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平坦的地方 就在他们不以为然地继续前行时 远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快速移动的不明物体 而这便是全身装满护盾的重装战士亚罗 敌人立马举枪射击 结果在亚罗的重甲面前宛如扫养一般 眼见亚罗像风牛一般冲过来 他还是想要正面硬钢将其击挡 当杰斯让他赶紧闪开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了机会 一瞬间就被眼前这个几百吨的钢铁蛮牛状的支灵破碎 亚罗经过上次的教训 他知道不能够对敌人怀有仁慈之心 直接使出全力对着敌人枉死了状 机体虽然已经重达几百吨 可在强大的力量下去 还是能够坐到在一百米内进行急刹车 他发起了新一轮的冲撞 而这一次杰斯打算要亲自会会他 两名队员见状便走到两侧进行活力压制 可亚罗就像是一座移动的大山一样不疼不痒 但伴随着杰斯射出几发超大口径子弹 亚罗的护盾竟然也遭到了较大的破坏 就在他压力被增实 杰斯的子弹竟然射光了 趁着他换弹家的电器 亚罗直接操纵拉杆解掉全身的装甲 一瞬间从重装战士变成了一名灵活的刺客 上百米的跳跃高度更是让敌人看得目瞪口呆 尽管亚罗的速度极快 和训练有素的杰斯还是能够勉强应付 亚罗认出了这是曾经的好朋友杰斯 他不愿将其残忍杀害 便想着破坏掉他手里的枪之一 消除他的反抗能力 就在他拿着巨刃筒向他手里的枪使 杰斯稍稍一动便轻易躲掉了 他本就是一名天才少年 面对一个不愿痛下杀手的敌人 更是游刃有余 亚罗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了死亡陷阱 要为自己的人词之心买单了 而杰斯为了保护队友的安全 便下定了杀掉昔日好友的决心 如果依靠自动平衡系统缓慢的停止下来 那肯定就会被杰斯无情射杀 于是他灵机一动 直接利用手里的巨剑当做刹车 不仅在一瞬间就停了下来 甚至还把巨剑当做跳板 把自己弹射了回去 这天才的操作让杰斯也没想到 便只好和亚罗赌命 他听到杰斯的惨叫声连忙松开巨剑 和他一起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当他起身后 发现杰斯已经一动不动了 一想到自己杀死了 昔日好友就很崩溃 杰斯 啊 啊